我打小的时候就 就不是那种胆小的女孩子 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你打耳朵打 最大的一件事情 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 给我们校长写了一封信 小学给校长写一封信 是的 就是我是特别崇拜这个校长 但是可能 那个时候的文字 功底并不是那么的深厚 就是好像有把校长 当成爸爸的这种角色 那种特别崇拜的那种感觉 然后当时我们的班主任老师 就直接给我抱着 拎到了校长的办公桌上 校长当时见到你是害怕呀 还是高兴啊 没有害怕 他可能比较困惑 他觉得这么小的孩子 怎么能做出来这样的事情吧 所以可见你做事 是特别积极主动的 我刚才其实特好奇 你把顾客拉走之后 你做了什么让他没下车 而且愿意跟着你看 首先我要跟他不停地去介绍 我们的这个企业 优于周边所有的企业的一个点 然后看他的一个家庭成员 当时的一个状态 就是他是一家人 还是夫妻 然后去通过 他之前在这家看的一个产品 然后把他拉到我们这边来 有没有同样的类型去吸引他 最好在路上 已经能够解决到 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这样的话 可以给现场销售接待的过程当中 会更利于成交 他可以把很多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晰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真的值得我们很多的求职者去学习 而且就是他没有给人 也没有压迫感 对 他也不局促 其实他很局促 你是有压力的 你看你干了141516三年 做渠道主管及经理 月薪是一万家 我不懂房地产销售 但是对于你这个行业 我略知一二 你谦虚了 你的月薪应该远远大于一万家 我觉得在后面加上一个零都不为过 是吧 倒没有那么夸张 你当时最高的一个月收入是什么样的 最高的时候是在15年年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卖的 我在第一个项目的尾房 但是在那种销售情况的前提下 我做的是那个月的 整个销售部门的销罐 然后税前是八万多 当时底薪是多少 四千 四千底薪 对 纯靠提借拿到八万 是的 而且当时的情况是因为尾房 尾房我们都知道很难卖 对 要么住过的 要么有瑕疵 对吧 是的 你能不能给我们展现一下 你作为销售的能力 卖你卖过的房子 行吗 可以 你随机地选一位企业家 作为模拟的顾客 那我选杨荣 好 来 讲声欢迎杨荣 一看就是买得起房子的有钱人 你好 女士 我是现场的接待顾问 我姓袁 很高兴今天见到您 你好 我想看一下你们这个 小区的这个沙盘 你给我介绍一下 好 我想先问一下 就是您从哪过来 离得远吗 我从家过来 大概开车要有多长时间呢 大概半小时吧 那还挺近的 还行 还行 那您刚才过来这一路 感觉这个路程还算顺利吗 有没有拥堵的情况 还挺好的 我觉得路上不太多 还挺顺利的 那还蛮好的是吧 有点绕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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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特别好的 都是在他的设计逻辑里 对 这叫什么呢 这叫了解客户需求 并找到机会创造客户需求 对 对 对 因为这个客户已经有需求了 就不要再创造了 是 然后呢 但是你要是 根据他的那个需求 然后去引导他 这才是好销售的一个路数 大家要知道 他是没有真实的楼盘的 他还在听杨荣的需求 然后再给他 推荐每个 这个其实反而更难的 行 我给您做一下 简单的介绍 我们这边的话 户型呢 大概的话是从八十多 到两百平米的都有的 因为您能看到 我们是一个综合式的 一个小区 是这样的 我们家呢 这个也有房子 所以我主要看看 你房子什么样子 我再决定这个房子 要买给谁 你就把你觉得 你们这儿最好的房子 给我推荐就行了 哦 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那您看 我就给您推荐 我们的这一栋楼 这个是我们 这栋楼吗 这个楼是那个靠湖的 是吧 对 这个是我们小区 是你们的楼王是吗 楼王的一个位置 您真聪明 对 您看 因为我看您的形象 气质都特别地符合 我们这个小区的 一个业主的圈层 所以我给您推荐的是 我们最好的 最优质的房源 它的景观是非常棒的 那你为啥不给我 推荐别墅呢 你是觉得别墅太贵 我买不起吗 也不是 别墅的话 我还没有给您介绍到呢 好的 我到这就可以了 基本上 其实你要再不结束的话 我就假装工作人员 过来催一下 小姐 门口您的自行车 叫风刮岛了 您出去把自行车 扶一下 您别在这儿问别墅了 您先把自行车 先扶起来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因为我其实给她 挖了几个坑 我其实一直跟她说 不受我需求 我一直说 我怎么样都行 你就给我推荐好了就行了 但我觉得她其实 一直在试着引导我 想了解我的需求是什么 但唯一不做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她没有 很直接了荡 来问我的预算是多少 你应该明白 人家第一不问你预算 第二从小给你往大了推 你要反思 你给一个销售 留下了一个 什么样的经济能力的形象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不应该一个人来 我就把我老公带上去对了 所以我觉得是我的错 不是你的错 挺好的 谢谢 感谢杨柔啊 谢谢杨柔 谢谢杨总 她这个展示出的水平 一个月月薪最高八万 我认为是值得的 我觉得特别棒 特别棒 那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刚才展示都是销售经验 但是我看到你选择的这个企业 它是三个完全不同的行业 我很好奇就是你是怎么来去看待你的就业的行业选择的 第一我选择那个威梦创投是因为我真的很想做投资类的事业 裂择的话是因为我觉得也是未来的岗位当中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像一些高端的圈层的人他们可能会在一些知名的企业会有一些流动 这样的话我觉得我能够释放一些我的价值 然后把合适的人放到更合适的位置上 翠生生呢 翠生生是因为她在天津 离我家最近 而且也有可能提供的销售或者销售管理港 是的 好 这中间我就在插一个问题了 您说 你为什么离开这家房地产销售公司 是这样的 而且你也离开了天津 是的 是这样 我可以说一下 就是从 应该是从18年 18年开始吧 我就已经有想法要从房地产这个行业里面脱离出来了 因为我一直想换一个赛道去奔跑 毕竟我要为我的未来去做一个打算和铺垫 所以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去了深圳 然后去做一个招聘行业的一个BD呢 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就是当时考虑的是我想去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有想法 想要做人力资源方面的一个工作 我就想着去试一下 其实在那个时候辞职我是属于裸辞的 经济压力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第一套房子买的时候是15年年底的时候 然后就买了第一套房子 然后我在17年年底的时候 又买了第二套房子 但是我刷了很多的信用卡 然后那个时候我负债了大概得有50多万吧 然后又属于裸辞 每个月又要有固定的月供 我就有一些着急 然后就直接就进了一个面试 特别简单的一家公司 你很巧妙地避开了一个个人经历 什么个人经历 你从那家公司辞职以后到了深圳 为什么此时除了工作还有别的原因吗 那是我个人情感的原因 因为在18年的时候 我跟我谈了七年的初恋 也是我的大学同学分手了 是在结婚之前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种 看破红尘的感觉 然后就特别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渐渐不一样的风景 然后也想突破一下自己